此时的刘女士犹如惊弓之鸟 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冲击之后 她变得不再相信任何人 如此这般 郭先生一行三人的劝解 不仅没有起到丝毫积极的作用 反而加重了刘女士的不安全感 这让郭先生感到更加心疼和自责 他迫切希望能把自己的真心表达出来 让刘女士看见 一开始呢 我是存有个人的目的 但是后来和她接触 乃至结婚以后呢 我慢慢地发现 她这个人真的非常好 特别理解人 我觉得不重要了 现在对我来说 我觉得什么都不重要 不跟她有半年来往 不等郭先生说完 刘女士就打断了她 很显然 刘女士仍无法放下戒备 重拾信任 为了打消刘女士的疑虑 我们决定连线郭先生的女儿 那么她的述说 能否打开刘女士紧闭的新门呢 我想先了解 当时的你啊 清楚爸爸妈妈之间发生了什么吗 具体的不是很清楚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跟我讲太多 后来爸爸有了自己的生活 到那一段的时候 有人跟你沟通过什么吗 也没有吧 没有人直接跟我聊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是办完手续以后才跟我讲的 后来爸爸说 他把你是在阿姨的体力下 让你到了他们的身边生活 在那个时候 你内心真的能接受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吗 我真的很能接受 我真的觉得那段时间 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 就是阿姨一直都是一个 没有坏心 小时候就对我挺好的 其实真的 其实我没有对他们 有什么特殊的埋怨 真的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 我对他们有机会 明白 我从来都没有 当你收到爸爸发给你的那些 他婚姻生活中的这个 种种原因的时候 你当时能明白能理解吗 觉得他真的是接受过一个 高等教育的人 我觉得他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再一个我觉得他跟我妈妈离婚的这件事情 可能不仅仅于此 就是因为一个属相 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生活中 在文化差异上 明白 生活习惯上 还是可能对方接受不了 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原因是综合的 但是可能站在刘阿姨的角度 她内心真的很难接受 我知道 我明白 我觉得这件事情 从这到尾都是我爸的错 说实话 我把我妈劝动 也是挺不容易的 我也是背负着很大的心理压力 因为我看到我爸确实挺痛苦的 因为我也觉得他们 这十来年的婚姻了 真的挺不容易的 阿姨 真的 我爸他做了很多错事 但是我知道我爸是真的 只很在乎你 很在乎这个家庭 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他也是希望能够把所有的误会都解开 他也希望我们两家人能够 真的很坦坦荡荡地在一起 我明白他的想法 他是真的知道他以前这么做 是伤害了你 我希望你的原谅他 我希望我们这两家人 能够和和睦睦地成为一家人 再也不要有这些不常感情的事情 我今天说的话都是真心话 好 谢谢你小郭 我先挂电话了啊 我们调解继续 刘女士 现在怎么想呢 他女儿我付出的太多了 孩子心里都知道 女儿的话也就这么回事吧 不足以消除内心的那些难过是吗 可以消除一点 心里很乱 心里有没有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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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